人生談開來就是酸甜苦辣的集合 人生談開來就是酸甜苦辣的集合 2022台灣演藝圈大事件 結婚離婚扯禍生子通通有 首先結婚三年台灣第一名模林志玲 1月份喜獲林兒 獲得了奇蹟的生命 我除了感謝就是感謝 現在呢 自分給我 給我家的祖父真是奇蹟的事 所以我真的十分 所以高齡產婦相當不容易 這讓林志玲與第一代國民姐夫Akila更加珍惜 而提到身體健康就不得不提到一人納豆 1月底驚傳腦出血住院 大家好 我回來了 幸好女友依依發現得早 納豆歷經兩次引流手術 終於在五月底十出院實在可喜可賀 接著三月猶如電影般相隔二十年 再重逢的大S與居俊葉宣布結婚 就靠著二十年沒換的電話號碼 兩人再度聯繫上 並迅速決定洗手共督一生 你實現的願望 你最幸福的家庭嗎 對 你最幸福的挑戰嗎 建立幸福的家庭 是不是 台韓兩地人民統統為兩人應援 希望兩人百年好喝甜甜蜜蜜 驚傳雲落三顆星的不幸消息 七月抗癌兩年年僅四十歲的朱立靜 傳出乳癌病逝的消息 讓粉絲親友相當悲痛 我以為我會哭 但是我沒有 Miu甜美的歌聲如今成為追憶 令人心痛不捨的還有八月艾成意外墜樓 當場身亡 愛情王瞳得知消息晴天霹靂 用文字無法形容我的悲傷 無法相信 用生命在愛我的你 怎麼捨得讓我這樣傷心難過 能嫁給你真的是我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決定 剛送走艾成相隔一個禮拜 竟傳出抗癌八年的愚怨期 撒手人寰的消息 你給我抓 父親于天 弟弟于香圈苦得傷心 誰也沒想到 才三十九歲的她 竟然先走一步 媽媽李雅萍在告別式上 更是傷心欲絕 七七 媽媽想你 媽媽真的好 好想你 生者已已 事者如私 提醒著我們 把握當下好好珍惜身邊的人 九月黃嘉謙傳出與夏克利 對布公堂提出離婚訴訟 你心情都還好嗎 沒關係 雙方透過律師交鋒目前為果 要分手如何體面 夜是一道課題 大S再婚聚聚夜後 十一月有報 大S提告汪曉飛急欠生活費 讓曉飛母親大人張藍七七七七 多次開直播炮紅S一家人 你以為你那個靠你的 假裝那兒 避開避開避開 藍姐也會啊 衝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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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掙你錢了 你靠誰啊 靠不能晚飯 誰是誰非還有得炒 唯一能肯定的是 張蘭黎當DJ 還有十萬八千里的路要努力 風風火火一年就這樣過了 期盼今年演藝圈喜事連連 各位大明星們 你們說好嗎